8月23号 芒果编剧《魏英洛》突然被观众发现 《沿袭攻略》中的魏姐 出现在妻子的浪漫旅行中当编剧 网友不由地替着几位妻子捏一把汗 不知道他们能活几集呢 记者小哥哥第一时间找到了魏姐 试图想揭开她的真面目 喂 你好 请问您是魏英洛本落吗 是的 是我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真实的 嗨啊 你的真实身份是每一位妻子可以透露一下吗 张杰的老婆 上次娜姐不是要跟杰哥去老地方吗 在这个路上她就想说杰哥不给她老地方的提示 她就想办法 她就想说那不然就打王者荣耀 这样杰哥就可以进来了 然后她就打开了王者荣耀邀请杰哥 杰哥结果立马就回了她临命 并且进入了游戏 谁知道娜姐这个时候好死不死选了个陈咬金 然后就在娜姐感觉她会要崩的时候 我真的很着急 我看别人打游戏 因为我自己还打开急 然后娜姐这时候收到了我的眼神 那个时候就专注的带线偷她 在娜姐已经落后十几个人头的情况下 闻逆风翻牌一个人 默默的把敌方的水晶给砍掉了 呃 娜姐还跟我讲了一个 她跟杰哥打游戏的时候发生的一个趣事 有一次杰哥玩杨姐 然后 然后娜姐自己玩的是泰文姬 全场她就买杨姐 结果敌方阵营都一直发消息 就讲说你们两个是情侣吧 你们两个都是情侣吧 娜姐看到消息之后就笑得特别开心 那你给我搞一下娜姐的笑容吧 哈哈哈哈 搞几句游戏 然后娜姐呢 她觉得就是打游戏 特别能够检验双方的感情 很多小情侣玩游戏 其实都经常会吵架 甚至有时候会分手 但是杰哥这一点就做得很好 她从来不嫌弃自己玩得不好 总是教自己该走哪一路去帮谁 就算娜姐输了 她也不会怪她 感谢娜姐带来的独家消息 希望令妃 紫薇 赵妖静 在妻子节目的后宫玩得快乐 听说节目每周三中午十二点 在芒果TV播出 大家可以来围观哟 芒果的新闻 大厨提子是谁呢 把刀